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何以能得福 须是除却分别性放口 我们今天唯独在生念当中体会到 在生念当中觉察到 真地太相应了 这个是静心 清静心生起来之后 这个生念法就永远不会中断 一天九次一次都不会中断 你看看早晚扩松 一天只提醒两次 早晨一次 晚上一次 这个生念法一天九次 时间静得很短 时间不长 过一段时间又提醒一次 所以实际上这个效果 比早晚两堂功课的效果要大 比修其他的范围真的要大 又不妨碍工作 这个方法好啊 就好在此地 心清静就得福啊 一般人不懂得 什么叫福德 以为呢 发了财 做了大官呢 这个就有福了 这个观念都搞错了 这是佛法里的长讲的 顶倒错乱 看错了 是非看错了 厉害看错了 不是福的 看成是福 真正佛报啊 还不以为那是福 清静心是福 佛护萨在经典里面 虽然为我们说出来了 而实际上我们很不容易体会 一下子也不敢承认 真正的幸福快乐 决定不是物质的享受啊 物质的享受 从物质享受当中得到的快乐 就像什么呢 外面境界的刺激 离开外境呢 那路就没有了 必须由外面境界来刺激啊 你就会得到快乐 这个情形就是就像吸毒啊 所以主要想得享受五月六成 那个快乐就是吸毒啊 你才知道啊 那个付出的代价了 是把性命啊 是把性命啊 付出去啊 对一点短暂的快乐 诸位很冷静地去想一想 你看像不像呢 佛给我们讲真正快乐 是不需要外面境界 那个快乐从内心里面生出来 像那个泉水一样 它孜孜然然往外推涌啊 就发泉充满了 那个快乐怎么带来呢 清净心 清净心为由什么快乐呢 神智慧啊 神般若 那怎么不快乐啊 我们反复地心不快乐 因为神烦恼啊 这个诸佛菩萨修行有功夫的人 他心地清净 他身薄弱 身智慧啊 这是真路 那才叫真正有福啊 有福的人心里头身智慧啊 真快乐 那个是有福报华 这是说明 圣人的标准 跟我们反复不一样啊 就是苦乐的标准都不相同啊 我们反复哪有乐啊 天天等于说是在服毒 天天在砸了个什么毒瓶 那有什么快乐啊 所以真地快乐 要利益分别心 诸佛想想 分别心没有了 执着当然没有了 先有分别 而后才有执着 执着是烦恼啊 分别是妄想啊 所以妄想没有了 那哪来的执着呢 当然烦恼就断掉了 这个是一定的道理 不忍不实 谢谢 那俩 是 给我们 有 我 我 我 那俩 那俩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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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